单身的男生大部分都很老实 对待爱情非常专一 不会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不会聊天 一跟喜欢女生说话就紧张 说出来的话呢也非常直男 动不动就成了话题终结者 聊着聊着呀 女生就不搭理了 有的女生明确说不喜欢老师 可现实中老师真的很好 能给女生绝对比渣男给的多得多 也能够全身心的对女生好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女生意识到这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虚拟的案例 除了我跟她是初中同学 我一直暗恋她 毕业后呢就没联系了 后面我出国留学 最近才回国创业 快过年了 听说她也回家 我想办法加了她的微信 最近呢也聊了一段时间 直到她这次回来相了几次亲 想约她出来 但感觉她不太愿意 请褚帮帮我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聊天截图 兄弟说 你不是说你之前相信那些男生 你都不喜欢吗 他们咋了 女生回了都是不会聊天的人 我不喜欢老师 现在特别烦 兄弟回这样啊 但我也不怎么会聊天 嗯 看得出来大兄弟是真的不会聊天 人家刚刚说完 不喜欢不会聊天的男生 你就回这句 搞得气氛特别尴尬 果然女生回了 又不跟你相亲 女生呢也是很明确的 拒绝了大兄弟 兄弟回了一个无脸的表情 女生没回了 兄弟又说 可以考虑一下呀 刚刚我不是说了吗 把自己介绍给你 我们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兄弟又来了一个火上浇油 继续暴露去旧感和目的性 但这几句话呢 女生更下头了 在女生的眼里 你不过就是一个 好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 人家对你一无所知 说不定长什么样啊都忘了 怎么会考虑和你相亲呢 所以女生直接不回 就当没看见 大兄弟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 上次太尴尬了 也没找女生聊天了 不过呢 兄弟很聪明 他来找我帮忙 我认真地了解到 他们的情况之后呢 让他发消息给女生 测试一下女生的态度 跟你说个好笑的事情 很自然的掉胃口 99%的女生都会回复 女生回了 啥呀 我们回 昨天我在星巴克办公 看到两个人在约会 那男的可笨了 人家女生说 他最近在减肥 男的说 是吗 没看出来 我看那个女生啊 脸都绿了 逗死我了 先和女生呢 统一战线 把大兄弟从女生 讨厌的类型当中摘出来 女生回了 我就是最烦这种男人 跟木头似的 天都不会聊 我们这里顺时回 不过我很好奇啊 你相亲的标准 除了不喜欢老实 还有其他看重的地方吗 女生回也不是不喜欢老实 我就是觉得 跟太木讷的人在一起 生活太闷了 老实当然是一个 很好的品质 有安全感 又不会出去乱搞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找一个能聊得来的 能够对我开心 对我笑的 其他呢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我也不是特别看脸 然后家庭差不多的就行 女生在这呢 很认真地说出了一大段自己的想法 说明他目前对于我们 已经不再那么防备了 愿意跟我们以朋友形式去沟通 那这里呢 我们也通过了女生的回复 了解到了女生的真实想法 女生并不是不喜欢老实 而是不喜欢死板木讷的男生 那么大兄弟要做就很简单了 只需要改变自己 在女生心中聊天没有意思的刻板印象 机会呢 就会变得很大 我们回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想法的女生 别着急 一定会遇到合适的 对了 过年有个灯会 你会去看吗 前一句话呢 直接把我们的目的性给消除 这么做的目的啊 是给女生留出足够的空间 跟我们交流 同时呢 聊聊家常 打消她对我们的防备 女生回 没什么事就去 好多年没去看过了 你去吗 女生这个时候 对大兄弟的防备就完全卸下了 从现在开始啊 两个人正式以平等的姿态开始沟通 我们回看情况吧 如果我妈不给我安排相亲的话 我就去 女生回了 你也在相亲啊 我都给我妈说了好多次了 哎呀 我有喜欢的人了 她就说 有就直接带回来给她看看 带不回来 就老老实实去相亲 丑死我了 你有喜欢的人吗 女生的八卦之心开始作祟 我们回 哈哈 倒也没有 上学的时候呢 我跟我妈说 我喜欢你 我妈当时打我 不让我早恋 现在催我 我就用你当借口 我妈就没话说了 女生回了 干嘛用我当借口 看起来是在生气 但实际上 女生只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回 对不起嘛 老同学 别生我气了 过两天请你吃个饭 当面给你请罪 女生回了 这还差不多 我可是很能吃的 只定让你血本无归 就是这么自然的 女生很干脆的 就答应了我们的约会 看到这儿啊 这个兄弟兴奋的 都快跳起来了 我跟他说 这才刚开始啊 别高兴太早 我让兄弟回 随便指 我很大方 可不像你之前 相亲的那些男的 那么抠门 这一句话 暗示女生 我们这次约会 也相当于相亲 说出来 看一下女生的态度 然后呢 根据她的态度 为兄弟后面的行动 做下一步铺垫 女生回了 这个倒是无所谓 你别到时候不说话 或者一句话 就把天聊死了就行 否则呢 我转身就走 到这里啊 这次约会就敲定了 女生也默认了 这次吃饭呢 相当于是一次相亲 说明 她也愿意见面 了解一下大兄弟 也愿意进一步相处 不过呢 这里啊 有一个问题 虽然说 女生确实答应了约会 但兄弟 她还是一个老实人 毕竟这些都是 我帮她聊的 所以呢 在约会之前 我对她进行了一次 地狱训练 终于到了约会这一天 两个人见面 聊得非常好 兄弟把我告诉她的点 都做得不错 两个人很顺利的 就在一起了 兄弟还告诉我 过年就准备 把女生带回家 见父母了 不知道各位老实的兄弟 过年回家 有没有另一半 没有的话呢 抓紧学起来 别再浪费 自己的大好青春了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人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向亲吻回方面的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天天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过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